Hello 大家好 我是Candy 我给我的福特Ranger买了一个新的机头 今天要准备给它换上 那在今天视频中呢 我就主要给大家展开一下 如何拆汽车仪表盘 如何拆汽车内饰 并且讲讲我今天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升级 老的机头有什么问题 以及做这样的升级需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 那么好了 话不多说 下面就让我们开始吧 那首先呢 我就来讲讲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升级 我先需要把车钥匙插上 给大家看看现在的情况 现在我车上这个机头是原车自带原装的 对于89年前车的标准来说 上面功能已经非常全了 有导航 可以连手机等等 甚至还有语音功能可以控制 但是呢 现在用起来它就非常顿卡 你看 我点了以后 它就要很长时间才能跳出来 那一般来说呢 我也不会去点它 但是呢 这个车的设计 空调的控制都是在这里面的 所以呢 我有时候用起来就非常慢 开车的时候就不方便 这就是为什么我想给它换掉 它导航呢 还需要插内存卡 是插在它下面的 这是当年的标准 现在车已经不这么设计了 而且现在导航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现在手机都可以导航 但是对于当年来说呢 像澳洲的情况 除了城市 手机是没有信号的 你是没有办法用手机导航的 所以当年来说 我就买了高配的车 选了有导航的配置 也就是高配车的原因 所以它很多空调的控制都在屏幕里面 低配的车没有这个屏幕 空调也不是双区的 没有那么多功能 所以它空调下面物理按键就多很多 这就是我顺便想提的 也是买车的时候我犯了一个错误 如果你们在买车的时候尽量选最最低配的 这样的话以后升级会非常方便 像这款车低配的 空调不需要在屏幕中处理 那我换机头就可以换副厂 索尼等等 音质非常好 功能非常全的机头 而现在呢 由于空调功能都在里面 我就不能换副厂的机头 我必须还得买福特原厂了 才能恢复我空调的功能 这就是为什么 我买了新款福特上的这个机头 那这个可以看到上面也是福特产的 那新款的呢 功能会比较全一点 有Apple CarPlay等等可以连接手机的 比较现代近几年的功能 另外呢 可以保证我福特空调的功能继续可以使用 相对来说升级起来会比较麻烦 因为还牵扯到下面USB那些线路什么的 这都必须只能用福特原厂的 但是事到如今也没有办法了 我没有别的选择 这是为什么 如果你要买新车的时候 尽量选择最最低配的 以后升级这些功能 包括你要增加其他功能 就会变得非常方便 除了刚才提到的顿卡 以及缺少一些Apple CarPlay等 比较现代的功能以外 这套八年前的机头 下面USB的模块 现在充手机功率就不够 现在手机比八年前 电池容量都大很多 它充起来就非常非常慢 几乎充不进去 而我这次换了这个新的模块以后呢 它给的这套USB模块 就可以快速增加充电的速度 这样就可以使用我现代的手机了 以上就是今天我为什么需要升级的原因 下面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次买的这套东西里面 有些什么内容 一个很显然就是上面屏幕的模块 另外呢刚才提到下面这个USB的模块 另外呢还有一些它的连接线什么的 那这个东西在哪里买呢 像我这个车呢 澳洲市面上还是比较多的 那新款的这个机头 报废车里面出来的就比较多 所以呢很便宜就可以买到二手的配件 有条件的话 你可以去报废厂自己去拆 如果找不到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买人家拆好的 二手卖出来的配件 实在没有呢 你去福特4S店里 你当然也可以订到这样子的配件 只是新的价钱肯定会贵一点 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你的车选了是低配的 就没有这些问题 你可以选副厂 非常好音质 非常好品牌的机头 去给它更换上 就没有我刚才提到过的 福特内置的空调 都在屏幕里的各些问题了 接着我来讲呢 今天可能会用到的工具 那我这台车呢 我从来没有拆过 我现在完全没有概念 从哪里下手 但没有关系 基本所有车的内饰 拆法都是大同小异的 所以我不需要看说明书 应该就可以把它拆开来了 首先呢我们需要一个 撬内饰塑料板这种塑料工具 那这种工具呢 所有七倍商店都有卖 几块钱就可以买了 像我这种呢 我都没有买 经常你买别的工具的时候 这种东西可以送给你的 所以我家也有好多这个 如果你没有的话呢 你搞一个一字螺丝刀去撬也可以 但注意一字螺丝刀 有时候会撬坏你边上的内饰塑料 会留下印子 所以你撬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一点 内饰表面看不见螺丝的装饰板 都是直接撬下来就行了 都是卡扣固定的 那等这些装饰板撬掉以后 或者说你上面看的那件螺丝呢 一般车上内饰 都是用七毫米的六角螺丝 或者呢 传统一点就是用十字螺丝 我这里拿了个电动螺丝刀 这两个螺丝刀头都有了 这就够了 你当然不需要用电动螺丝刀 用普通螺丝刀就行 只是我用电动螺丝刀 这里可以快一点 所以工具也是非常简单的 接下来呢 我就可以开始拆了 首先呢 经过观察 我感觉我这一块银色的装饰板 是压在下面这个灰色的塑料板上的 所以我肯定要先把这个银色塑料板拆除 我先来翘翘看 因为我也没拆过 不一定是完全对啊 我就是感觉一下 你看这卡扣开了吧 我再用力一下 应该可以下来了 基本上你拆开一个脚以后 你就可以慢慢用手给它抠出来了 如果像我这里一样 你是第一次拆的话 车上的塑料卡扣都会比较紧 所以要稍微用点力 但是你放心 塑料卡扣一般拆几次 不会那么容易坏的 那这一片拿下来以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 这就是刚才拆的塑料卡扣 都是尼龙的 所以还是比较有弹性的 没有那么容易坏 那这一片呢 先放在一边 接着另一侧也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这边我还有一块 这样这一侧也拿下来了 那上面这层拆掉以后呢 下面这条灰的很显然也得拆 这样才能把里面这个黑的拿出来 我这边好像没有看到任何螺丝 所以说呢 我觉得应该直接掰就行了 可刚才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好了 那中间这个灰色的也拿下来了 也就先放在一边 那既然表面打开了以后呢 我就需要观察了 我要拆的是这个屏幕 然后下面USB接口 所以我可能需要把中间全部拆开来 因为里面有走线 那我有想提的 这是为什么不要买高配的车 你看现在换起来就非常麻烦 要多拆很多东西 那我观察到这边有两颗螺丝 这边有两颗螺丝 这里四颗 我先把这四颗拧了 看一下 螺丝你找个地方放 不要待会装回去的时候发现少 这上面一半松了 下面好像没松 我再看看下面还需要拆什么 我感觉我这两块 下面的塑料板也可能需要拆 因为这块板 如果整个要下来的话 这边两边还是卡住了 我再掰一下吧 这边下来倒是挺方便 一拉就下来了 另外一边对称的 也像这样拿下来 那我可以看到下面这边还有两颗螺丝 跟上面四颗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现在整个感觉可以动了 但是下面好像还有东西卡住 我再看看下面 它下面这一半是可以松开的 中间有条裂缝 是两块塑料 我再给掰一下 那它下面这块就出来了 我把里面电线拔掉 这是我两个点烟器的插头 这块先拿掉 同样先放在边上 接着再一观察 发现这下面还有两颗螺丝 我再松一下 这和上面的六颗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好了 你看整块就松了 然后它就掉下来了 那后面有很多线束 我们要拔一下 这些都是我空调控制的线束 另外边还有一条 那这样整块面板也就不要了 再放在一边 我这里暂停一下 多说一句 如果你要把旧的机轮拆下来 还想卖钱的话 你可以挂在网上卖掉 那这个时候 你在把这些开关拆掉之前 你最好把里面你的东西重置一下 里面有你手机的通信录什么的 你怕万一你隐私泄露什么的 你就把机器重置一下 然后再开始拆 因为拆掉没电源了以后 你就不能操作了 我这个昨天都弄完了 所以说我就不用再管它了 我就直接开始继续拆了 首先就是拆屏幕嘛 这边四颗螺丝 跟刚才拆外面的面板的时候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我直接拧掉就行了 那这个样子 屏幕应该就可以拿下来了 把后面的线束同样拔掉 它这个插口 你看它要把这个灰的掰出来 然后整个才下来 跟一般直接拔的稍微有点不一样 我们来对比一下吧 右边这个是新的 左边这个是我刚才拆下来的 好在福特它用的接口都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原来的线束部分还是可以用的 那就会方便一些 但是可以看到新的这边有一个天线的接口 跟老的不一样 所以待会这个还要再研究一下 别的区别不大 接着把重心转到下面的部分 我把下面这个USB的模块给拿出来 那我现在经过观察呢 手后面摸不到 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固定的 不过我可以参照新的这个模块 它周围一圈都是有卡扣的 所以我知道它应该是卡扣松了以后 可以从前面退出来 我现在就要想办法把它给弄出来 那后面够不到 我按不到卡扣 我就先用这种撬片 我先试试能不能给它撬出来 感觉不太行 伸不进去 那我就试着看一下 这一块整个可以动了 那整个扶手台下面是可以动的 那我就想办法把扶手台给拆下来 你看这样松了以后 我先把边上其他线束给拔一下 这个是控制两区四区的 然后前面这个是控制 差速锁等那些东西的 我都拔掉 这样整个就可以抽出来了 这样看就很清晰了 我把这四周都摁着 它就可以把它往前推 其实也不是很好弄 我再拿这个工具撬一下试试 好了 这样就松了 但是我后面线束还是得先拔一下 OK 那这样子 整个东西就可以拿下来了 我们来对比一下吧 这是旧的 这个一个USB 这个是新的 它形状是一样的 所以原装我也可以卡回去了 还好福特没有改这样设计 不然还得切塑料什么 还挺麻烦的 好 根据传统我们再看一下 新老之间的区别吧 左边是老的 右边是新的 刚才也看到主接口呢 它用的线束是一样的 所以这边不需要再转接了 另外呢 这边还有个USB接口 这也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也不需要再动的 唯一的区别呢 是新的这边有一个天线 应该是GPS的天线 下面这个是收音机的天线 旧的都没有 可能它通过其他的线路走了 另外下面两个USB模块呢 旧的这边是多了一个插卡的槽 是用来放GPS卡的 不是用来放音乐文件什么的 另外呢 它多了一个auxitory的音频入口 新的就没有了 因为现在都是无线的 都是蓝牙的 或者其他方式连接了 那老的这边有两个USB接口 新的只有一个 这个我倒不是太在意 因为你车上不可能同时播放两个不同的油盘来放音乐 如果只是要充电的话 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充 没有必要走车上的这个线束 另外呢 反面这个线束 主线束是不一样的 那可能是因为本来要读内存卡 读GPS文件等等 所以它多一点 新的这个呢 有两个USB接口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其他款式有多的USB接口的版本 反正我这个版本只有一个 所以我只需要用一个 接口也是和原来一模一样的 另外那个我就不去用它了 那主接口这边呢 其实是有卖这个转接线的 所以说呢也不是太大问题 我只要把这个线束插到新的这个模块里 然后这个线束就和老的模块是一模一样的 我直接插回车上就行了 回到屏幕后面 这个GPS天线呢 呃我也弄了一根 这个当然都不是福特原装的 但是这都是通用的 所以说无所谓 而且现在我也不是太讲究GPS信号 现在都用手机导航了 反正有就行了 确保里面功能能用就行 那接下来呢 我就可以准备安装了 那我还是从下到上一点点装回去 先是装这个USB模块 那我给它卡回原来的位置 像这样重新插回去 然后给它卡进去 这样就行了 把后面线束插一下 接着底下这个装饰板就可以往回放了 那我当然没有忘记 这边还有两个其他的线束 我也要插回去 我把它重新放到位 然后卡后全部卡回去就行了 接着上面屏幕的部分 我也把线束都插回去 USB 然后这还有这个主接口 那刚才说的这个GPS的线呢 我也给它插在这 这样呢GPS就有信号了 我估计从新款拆下来的时候 新款这个线呢 是走车里其他地方的 所以拆起来不方便 走得比较长 所以呢它就没拆 那我只能用这个副厂的都一样 那我把这个机头放到位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天线怎么办呢 照理说呢 GPS天线最好呢是放到车顶 因为这个是磁铁的 你找个车顶系在顶上就行了 那你越把这个磁铁系在车顶的正中间 开车的时候 GPS信号就越准确越居中嘛 但是我不是太在意 所以我就随便找个地方吸着就行了 当然了 你要保证它工作的话 你顶上最好不要有太多的电线啊 或者太厚的太复杂的铁皮遮挡 要不我会影响它信号 所以呢 我就放在这个屏幕的上方 我会放在这个位置 这样子呢 上面首先没有金属遮挡 这边都是塑料的 外面也就有一个玻璃了 其次呢 我也觉得这个位置 已经比较在车的正中间了 所以我就给它吸在这上面 这样就行了 屏幕给它放回位 四颗螺丝放回位 给它拧回去拧紧 那这里就很重要了 先不要把其他东西都装回去 我们先试一下能不能用 看看线有没有接好 我重新插上钥匙 那现在启动了 我来看一下啊 他说导航模块不正常 那先不去管它 能开机 功能都能点 你看空调的控制 又回来了 那我就放心了 肯定可以用 软件设置方面 我现在先不去管它了 等全部装回去 所以它慢慢弄 只要确保硬件 可以用就行了 USB的线也搞 给你测试一下 看看确保没有问题 现在屏幕就非常顺 就不像之前那个 顿卡的老式的电子产品 那其实现在导航 也变正常了 已经恢复到维州了 那我就知道 这个软件方面 应该也没有问题 刚开机 它还没有处理好 线都行 现在我就可以准备 往回装了 往回装内饰呢 基本上就和刚才拆的时候 完全反过来就行了 没有什么特殊的难度了 我先把这一块面板拿过来 把后面的线束全部插回去 对到位卡回去 当然这里没有卡扣 所以需要安装螺丝了 刚才拆的时候有几颗 你不要忘记 千万不要少装 这就是我刚才说 为什么要把螺丝 都放在一个地方的原因 现在我就很清楚 一共是六颗 我都给它放到位 分别拧紧 下面两个点烟器的位置 这里两个线束 也给它分别插上 再把整块面板给放回位 卡进去以后 刚才还有两颗螺丝 左右各一个 都给它分别拧上 之后下面这两边侧面的装饰板 那其实我刚才拆的时候呢 就发现 其实把这整个灰色的部分 都连接在一起 以后一起装回去会比较方便一些 所以呢 我现在就要这么做 然后再一起往回放 所以如果你有跟我一样车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 整个三片灰色的东西 一起下会比较简单 像这种细节的问题 你看拆一次你就清楚了 之后呢 如果你在各种车友论坛上啊 如果人家要问的话 你就可以帮助人家 就像我现在拍视频 也是想帮助到更多的人一样 既然都对准了 就直接全部按回去就行了 最后两块小东西 空调的出风口 像这个块掉了 我就不要了 到时候掉在空调里面就恶心了 都撕掉吧 好了那我这里就全部完成了 我研究一下这个系统 真的是不卡 那我手机是安卓手机嘛 我是oppo的手机 这个系统安卓auto也可以支持 连上手机以后呢 这边就会出现我手机屏幕的镜像 然后操作起来就非常方便了 所以说我是根本不会用它原来的这个原装的导航的 Google map会直接投在这边 而且操作起来非常方便 刚刚试了一下 总之我还是非常高兴的 稍微用了一下也没有发现有任何bug 都可以正常使用 兼容性比我想象中好 包括我的倒车摄像头 我刚刚试了一下也可以使用 刚才看这个机头背面的生产日期是2017年 我这个车原来旧的机头是2015年生产的 跟我车是一年的 没想到两年差距这个东西就可以升级这么多 现在我已经非常满意了 而且假如有更新的款式 我估计也装不到我这个车上了 那这就是如何彻底的更换汽车的机头 那希望今天拆装内饰的思路和技巧呢 能帮助到你 不管是你在车上要更换这样的机头 或者你要更换车上其他的模块 其他的配件 拆装内饰的技巧呢是非常常用的 像我今天一样 虽然从来没有拆过这辆车 对这个车怎么拆内饰完全没有概念 但是可以通过观察一步步的 把内饰给拆开来 更换你需要更换的东西 那好了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希望你可以帮我在下面点赞支持一下 今天内容就分享到这边 我是Candy 我们在下期视频里再见